這一段如果水流強一點的話 西哥全部都在這一段 會咬到翻掉 噢噢噢這不吃 這都是在吃你知道嗎 對啦 有不 我說這都是在吃 噢 它又是開口 大紅鳥 水路都叫大紅鳥 噢喜歡大紅貓的 如果今天來應該要爽死 我是沒什麼感覺啦 這水壩剛好在排沙 上面是沒下雨但是它在排沙 所以水是濁的 稍等一下 慢輕鬆慢輕鬆 噢 感覺又是那個 紅鳥的感覺 比較牽得動啦 它雖然重但是牽得動 如果是九斑的話感覺 比較難牽 對啊白白的又是大紅貓了 噢 一直都 噢這隻好像靠比較大隻 這樣會 哇賽越來越大隻 阿阿阿我的紅貓跑掉了 今天紅貓要做一下紀錄 來來來來來 做一下紀錄 所以還先不能放 哇靠 哇哩咧這隻最大 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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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隻 大概二三了 哇靠 在這裡 在這裡 比較粗 融粗 融粗 我先抓去放好了 不堪缺氧 今天明知道這水那麼濁阿 還是要來這一段 因為今天 比較想烤肉阿 所以這一段 這邊颱風過後還沒紀錄過 這裡颱風過後還沒下來 下面水是清的 但是就是為了要看這一段 它變化到底是怎樣 看起來那邊好像已經可以走過去了 又恢復三年前的那個樣子 這主要是下面阿 下面我釣的那邊 看看會不會有變化 然後因為它地形如果有變化的話 魚的數量就會有變化 所以要下去看一下 應該可以過得去的 現在是因為水濁 我看不到它 深淺 所以其實應該是可以過去了 所以這恢復三年前呢 三年前這邊就是前賴 然後長很多西蟲 就一次颱風之後就變深了 過不去 所以以前就是這裡可以 往上縮一直到那個 水壩 今天水壩可能在拍沙 所以它放出來這個水是濁的 但是越後面就越輕了 因為南四溪它有那個 南四溪它有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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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什麼 浮流啊 它那個水 有一部分會滲 滲回去沙子裡面 然後再流到下油出去 所以它會一直被過濾 它的水會一直被過濾 所以下面的水是清的 不會受這個影響 這邊 這邊 就有當地的人 常常會來 所以它就搭一個這個 這個是什麼骨啊 應該是山豬的骨 鴨齒吧 這是 山豬的吧 有鴨齒吧 不理它了 直接去下面 今天就是要去下面看 我以前常釣那一段 會不會 撐撐兩條溪啊 或是怎麼樣 起來是沒有什麼變化 因為它那個都是沿盤地形 所以變化不大 包括這一條賴 一直到這裡 底下都是沿盤的地形 像它 像它這種這種 這種沿盤 有沒有 所以這變化不大 只是會被淤積而已 河窗會被改造而已 看起來是都沒差 那番茄那些什麼都沒有了啦 不用講了 野生番茄什麼 都窮尿尿啊 超啊都窮尿尿 都沒有啊 光凸凸了 現在唯一一件事情就是 剪木頭了 稍等重大購買的木頭 這邊的木頭 通常都很少 所以真的要 來這一段要用心剪一下 木頭剪好久了 這邊垃圾 不知道為什麼變那麼多 是颱風過後有人來 亂丟垃圾嗎 不然颱風過後應該沖得蠻乾淨的 樹枝都很難剪了 剪沒幾個樹枝 把這塊石頭再整理出來 這塊石頭 這個 這邊有一條巨木有沒有 沒起來了有沒有 超料料 這個酒頭還要把它出起來 它本來超肚子 我現在也要把它擺起來 邊邊 兩塊好吃飯 這水已經乾到 沒辦法掉了 而且水又濁 今天本來就不是很想掉了 想吃烤蝦而已 岩木頭啊 搬桌子啊 弄場地 又用了一個多小時 現在九點多了 每次到西邊就是這樣 東西弄一弄 準備要開始釣的時候 幾乎都一個多小時以上 現在都是釣大脈蟲了 太多了太多了 這大脈蟲一次不要倒太多出來 免得它 變色 它剛倒出來的時候白色是最好的 差不多這樣 然後 不夠再倒 好那個 桶要放在冰茶旁邊 寶冰啊 撞了 應該是九斑吧 這個水很濁啊 都要吃成表層 西哥 西哥 到現在還沒釣到一隻九斑 勾到了 欸西哥 哇大西哥耶 大紅貓 勾到了 哇哩咧 這邊本來大紅貓就很多了 哇 它不是勾到的啦 它是繞過了這個篩 這隻是蠻大的 它是繞過這個篩啊 你看 竟然吃了的 竟然吃了的水邊 大概二十二了喔 來來來 喔這隻有 應該有二十二了 很粗耶 不動啦 剛剛看到紅色的應該是紅貓 大紅貓 水灼就是掉 西哥都亂咬啦 喔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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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比剛剛那隻小一點 喔也不錯啦 比剛剛那隻小一點 但是比較鮮豔一點 這隻比這隻小 但是比較鮮豔 蠻胖的齁 這隻就更粗了 喔 這隻這樣就粗了 這一段如果水流強一點的話 西哥全部都在這一段 咬 會咬到翻掉 喔喔喔這不吃 這都是在吃你知道嗎 對了啦 有沒有 我說這都是在吃 喔 它又是開口 大紅鳥 水流都叫大紅鳥 喔喜歡大紅貓的 如果今天來應該要爽死 我是沒什麼感覺啦 這水壩剛好在排沙 上面是沒下雨但是它在排沙 所以水是濁的 嗯 喔 等一下 等一下 換西松 換西松 喔 大家都叫粗了 感覺又是那個 紅鳥的感覺 比較牽的洞 它雖然洞 但是牽的洞 如果是九斑的話感覺 比較難牽 對啊 白白的又是大紅貓了 喔 一直都 喔這隻好像靠得大隻 這樣啊 哇賽 越來越大隻 啊啊我的紅貓跑掉了 欸 今天紅貓要做一下紀錄 欸來來來來 做一下紀錄 所以還先不能放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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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哩哩哩哩 це verse 很荒 啊 米了 我先抓去放好了 我不看缺氧 這魚是超多的 但是都缺靈門一角 我看到它追了 放給牠吃 哦 又來又來 大隻的 哦 靠 對啦 你看 哦 就是缺靈門一角 放給牠吃 然後牠就猶豫了一下 這隻沒有猶豫 看得到魚啊 因為現在水很乾呢 所以看得到魚 只是剛好今天水濁而已 慢聽鐘 慢聽鐘 這個算小隻的 多有黑黑的大隻的在那邊散 真的這麼滾就有了 靠腰 吃到這樣 這個含住的都是那個 雞哥 不理牠 把牠刀緊就好了 來 大隻的 對啦 九斑 這隻我看得到 有沒有 齁 都看得到魚啊 這一千 剛好今天千石地利 又水鎖 所以魚界心比較低 那隻丟滾了 這隻丟滾了 要把它凹一下 不然今天太陽大水又淺 其實不會好掉 是剛好水鎖了 大概二十二 掉這種溝 我看到下面在閃 九斑是不是 寒住了 對阿 含住了 含住了 我的公寓含住了 九斑啦 一隻魚就甘掉了 今天真的是 陰錯陽叉 水鎖 反而更好釣 送了 紅貓 這隻紅貓 游過來我就看到了 大紅貓游過來我就看到了 它游很水表 所以我就放在那裡 你看魚都燒到旁邊 今天紅貓都這種 不要衝動 現在都二十 一個小時左右 其實蠻咬的 小西哥大部分都沒有裝 裝下去也是跳走 早上水鎖 我這一個小時水鎖 大紅貓就咬了 放輕鬆放輕鬆 放輕鬆放輕鬆 唉唉唉 我閉嘴就好了 閉嘴就好了 哇 摸這麼粗的啊 抽抽抽抽 這都二十一雙耶 這個比較大八嗎 差不多 這兩八差不多 這個大概 二十二二十二 二十二二十三左右 這隻可能比較瘦一點 這隻寬度比較少 這隻寬度比較寬 很久沒有連續釣這麼多大紅貓 差不多了 先休息一下吧 準備吃午餐了 怕 怕今天會有 五厚雷鎮雨 今天五厚雷鎮雨有六十趴 這要趕快吃了 好可怕